飞池中藝術王的觀眾 觀眾大家好,我是藝術家黃坤博 寫實繪畫這部分,大學那時候對於寫實繪畫比較獨鍾啦 從禁物畫、人物畫也都試著有在做 但是大部分都是以禁物畫來表現比較多 文藝附近那時候是有一些所謂的虛空畫 畫一些水果啦,一些水果上面有昆蟲或是一些骷髏頭、燭光 那他們那些在處理上面是有所謂的比較象徵的意涵 就我自己目前來講,雖然我也選擇了一些這樣禁物禮材來表現 那又配合一些比較時代性的東西在裡面 也是為了也去呼應說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 禁物畫的一個表現方式 我本身平常就會去逛一些 比如跳蚤市場或者是花市 有一些造型不錯的,那就會把它買回來 生活做到收集一些體材 然後再去感受到那種一個美感的部分、性能的部分 營造出來的那種光線氛圍,有一種蠶味的東西吧 個性上面基本上比較低調 我對於那種非常高材度、顏色很鮮豔的表現方式 會欣賞,但是叫我這樣做,我會覺得那個太強烈了 花樣年華那部分的人物畫 是延續我禁物畫所要表現的 因為我將女人甚至和人生做一個相比例的部分 對,所以變成說花樣年華那些人物的部分是延續的 那台北當下那一系列的人物畫是變成說是 平常就有在關注 但只是說現在的作品的量沒那麼多 對於這些歲月痕跡或是經過這種生命消退 所表現出來的背後都會有故事 所以在這一系列體材的表達上面 我要的不是只是表面的寫實 每個人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有時間感的這些 磨損的這些金物畫的話 會有能喚起它某一部分的記憶 像這種影韻概念的運用 不會針對可能畫面上某一個金物 而是整個畫面 不同的金物它有可能還有種 很多種可能 那由觀眾看的人自己去組合運用 花開花落 這張作品 單看這樣植物的這種生長的周期來看 就覺得稀鬆平常 那就跟我們看待人的生老病死一樣 自然間像這樣的循環的部分 會讓人家看空之後 我們現在在爭執的所有的一切 其實到最後它還會回歸到原點 這些作品是我先有感受之後 為了在作品的論述跟驗證上面 所以變成說有去閱讀了一些相關的一些書籍 也有老師建議說可以往這個方面去發展 是先有作品 然後有產中美學這樣的部分來做一個驗證 每一切的這種轉換是在我大學那時候 就是說大一大二那時候變成說可能就是在水柴啦油畫啦花的時間比較多 可是在那時候變成說在創作上面只能畫到表面 畫的內容常常會沒辦法去感動別人 那時候剛好在台藝大上了那個中永惠老師的那個版畫課 那Melodine的部分 就是我現在有持續在做的一種版種的表現 那樣的版種技法對我的 跟我的繪畫表現非常的相近 它是可以很寫實 那光影啊氛圍可以表現得很好 所以我會選擇這樣的部分來持續繪畫的一個發展 未來創作發展的方向應該會延續花開花落這一系列 對於人生的體物藉由這些花卉植物的部分來做表現 還有一個從台北當下那一部分人物化就是這兩個 當然人物化那裡面會有一些可能角色扮演的這種題材 有一些人物化的底部 全部人物化了 而是在酒店第一時間 小眼貌最大的門律 在酒店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